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相信灰烟大小姐想让我告白这部动画 大家应该都看过吧 所以今天说过就来带大家吐槽一下 与2019年上映的 看着史上最烂漫改电影的 灰烟大小姐真人版 前方高能啊 请各位一定要护好自己的眼睛 首先一说起一部电影的电影的灵魂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一部作品 最重要的分别是人物塑造和剧情 那么这部剧的人物塑造怎么样呢 一坨狗屎 四公灰烟 这个在原作当中本来把自己喜欢会长 这个事实隐藏得很好的人 即使后面变成沙雕灰烟了 哪怕是会长高白之后 他依旧能够按耐住自己的心 结果你们把它设计成什么了 一个发情的女人 为了约会长出去看电影 又是哭闹 玩台的时候当着会长的面发情 看电影的时候 为了选个位置 选漫电还整了个错的 后面探病的时候就更尼玛离谱 本来这里我知道 你想把灰烟设计成一个沙雕白痴 结果这整的这叫啥 新闻的小夫妻们 你不要过来啊 我寻思着灰烟绝对是杀了 编续亲爹才能整成这个样子 白淫欲行 这个角色能吐槽的就更多了 首先这个角色全成一张脸 真的妈服了 你让陆寒演 我估计都比他演的好 做了主角颜值不重要 那么这个角色塑造的怎么样呢 同样一坨狗屎 角色当中会长是一个 爱自己家人的好哥哥好儿子 结果这部剧前半段还好 毕竟你会感觉会长全成这段在线 给实际上擦身子这一段 也体现了会长的雅萨西 结果后面白淫为了看电影 居然和自己爹吵起来 甚至白淫还不让他爸爸上自己的自行车 这整个把一个原本和谐的小家庭 演成这个B样子 编剧鬼才呀 藤原前华那个血洗B站的女人 咱先不吐槽这个颜值 这个角色塑造是怎么样呢 挺挺好的 挺的就是原则 当中书记给人的感觉是小学生 这个给人感觉像是幼儿园而已 都差不多 而且藤原书记慈梦的性格也体现的很好 但是书记焦会长的这个五就很有问题 有啥问题都是剧情吐槽的时候咱得说 时尚有全剧最没有崩坏的人 因为他基本没有戏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的出场 二分之一都在蹭别人的镜头 十分之三都在被别人讨厌 只有那五分之一是正儿八经的念台词 真展人瞬间变成真展人 是个人都能欺负他 给整的像是个软蛋一样 围兵中作的样子是真的觉得挺恶心的 我都有点心能时尚 白银父亲 原作他本来是一个慈祥的父亲 不仅支持辉夜和白银搞对象 而且还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信心的人 但这整的是个啥 感觉就像是一个随时可能家暴别人的人 就是那种每天喝着啤酒消愁 对生活没有信心 动不动就家暴的废财大叔 我寻思着这就算是个配角 你把它设计成这个样子 真的不是故意恶心我们的吗 剩下的我就不说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剧情吧 那么这个剧情怎么样呢 还是一坨狗屎 甚至说狗屎我都觉得有点侮辱屎 本来吧 探病天是一个小亮点 结果这俩人演得跟个弱智一样 会长在这里正发愁了 你回夜画了个题位就 来嘛来嘛 就过去之后给了一个大连特写 我操你不要过来啊 后边回夜生气了 去找百慕做心理咨询 而会长也生气了 那么他要怎么做呢 一去找回夜道歉 二等着回夜道歉 三去找时尚来做心理咨询 来来来你们就猜嘛 当然是去找百慕的男朋友啊 妈的时尚真的惨 本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就这么没了 烟火大会本来是全局最重要的亮点之一 在原作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篇章 结果你编剧能是把这个灵魂给整没了 这点看过漫画和动画的 应该都知道 这里学生为他们的发言 将他们之间的团结体现的淋漓尽致 结果编剧直接就把这里的对话给删了 就是一人一句 哎呀一定要赶上啊 然后就没了 后边会议还感叹 哎呀你们这么努力让我看到的烟花 我寻的了好像就会长努力找你了呀 这关这两个人屁事啊 我就真你妈服了 后边学生会结散那里 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因为前边就光塑造会议和会长 这俩人互相调情的 其他的成员基本也就露个脸 再到后边学生会选举 结果你猜怎么着 选举对象是四宫灰夜和白银玉星 对此我替小迷的送你们一坨口水 后边藤原教的舞 为啥我说有问题呢 因为这不就是后边体育剂的时候跳的吗 我心想完了呀 这是不打算出续集了 结果一看果然啊 灰夜告白了 我他妈看的是灰夜大小姐想让我告白 不是白银大会长想让我告白 而且你告白过告白 在大庭广众直下你俩搁这儿这是干啥呢 知道懂你们是在选举 不知道还以为你俩演小品的 这那么浪漫呀 校长出来呀 你最新来的大会长在选举的时候告白了 过多的话我也就不说了 想看的话你们自己搜吧 如果你不怕眼睛瞎掉的话 而且这部电影都能有6.6分 我突然间觉得上海报的冤啊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先